这昨天晚上美股出大事了 开盘不足三分钟 红黄蓝跌幅扩大50% 这市值蒸发的是17亿人民币 随后半个小时内 红黄蓝两次臭发熔断 最大跌幅约60% 这中盖教育板块是全线暴跌 避鬼与儿旗下的学钱教育股 博石乐跌幅扩大29% 这听上去实在是怪吓人的 那得是咋回事呢 铁锤来告告你 昨天晚上我国中央层面发布文件 明确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 融资投资盈利性幼儿园 这民办员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 啥意思 就是这管理层为了遏制民办员过度主力的行为 那种为了赚钱就虐童打孩子的企业 确实应该好好管管了 可是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股中盖股市场 A股港股教育板块 今日也将是一片哀嚎 目前A股市场成人教育板块 共有34只股票 在线教育板块共有59只股票 如微创股份 秀墙股份 变光科技 盎利教育 群星玩具等等 多家公司是紧急回应 像微创股份的董秘艰副总经理李一征 就很老实 他说 这个事对行业影响比较大 我们内部也在研究当中 这个规范市场是好事 不过咱们目前风口上不如能避就避吧 好 好